今天要講解的是暗泡鐵板的吊阻系統 就以這張圖來簡單說明 最基本就是圖中這樣 桿子、捲線器、母線、FG結、紫線、AG結、石金環、路牙環、鐵板鉤、鐵板 就這樣 那今天這集講的是吊阻系統 要用什麼桿、捲、線 在之前的裝備篇就有講過 這邊就不再重複說明 沒看過的或是要複習的可以回去看一下 母線的選擇在玩暗泡鐵板毫無懸念 只有一個選擇就是使用PE線 而紫線可以選用碳纖線和尼龍線這兩種 下表示這兩種線的特性大概看一下 綜合這些優缺點選擇碳纖線是比較好的 那母線的PE線和紫線的碳纖線做連結 就會需要一個線結 綁PE線適合使用靠摩擦力的線結 例如FG結、SF結、SC結之類的 用摩擦力來綁字的結 我個人是習慣只用FG結 這幾種的線結打法在網路上有非常多教學 可以去參考看看 那紫線的長度雖然要看場地而定 像是例如高低起伏比較大的教研場地 我就會用二到三巡 那沙灘地形我就只會用半巡 那我建議新手不用講太多 長度用一巡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大約150公分到180公分左右 流出拋頭時FG結不會收在桿子的第一個導環內的長度 那這樣拋頭時線結的部分才不會碰到導環 出線會比較順暢 再來就是紫線和鐵板的連結 中間可以用以下這幾種環做連結 十星環、八字環、培鈴轉環、凸形環或是別針 那我個人建議如果是玩30克以上的鐵板 用十星環就好 原因是最沒有缺點也最單純 強度也是最強的 然後紫線的探線線用AG結藍和十星環做連結 我覺得是最適合的 再來就是鉤子和鐵板和十星環中間用路亞環做串連 就可以完成整個暗拋鐵板的吊組 那如果是玩暗拋超微鐵那種20克以下的鐵板 我就會選用別針做連結 因為超微鐵不太會釣到能夠把別針弄開的大魚 就算遇到了在別針開釣之前 千島線會先斷掉 用別針的好處就是可以快速更換鐵板或鉤子 而且可以少一個路亞環來做鉤子和鐵板的連結 紫線和別針的線結選用魚絲結就夠用了 那AG結和魚絲結一樣在網路上有很多教學 以上就是暗拋鐵板的釣組 是不是很簡單 這集應該是從零開始學暗拋鐵板的最後一集了 到目前這集為止有七集 希望各位在這一系列的教學有所收穫 祝各位種大魚 下次見 拜拜